開始有點流汗 其實我真的蠻怕辣的 喔!真的不辣了! 哈哈哈哈 黑眼神 嘿喲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來做一個我在心中奠記了十幾年的實驗 生吃辣椒而且不辣唷 那麼這個實驗呢 其實是十幾年前我在一個日本的綜藝節目上面看到的 看完之後我就一直很有興趣 但我一直沒有機會去實踐它 簡單講就是把辣椒的辣味完全去掉之後 據說辣椒就會變成一個真的很有風味很好吃的東西 吃過的人都說呢 真的是一個人生沒有想像過的味道 小時候的我看了之後呢 就非常非常的在意 今天終於有機會來實行一下 那麼在做這個實驗之前呢 我們來先了解一下辣椒 辣椒會辣呢是因為裡面含有辣椒素 那麼辣椒素這個東西呢 很多人第一個直覺都是可以減肥 是不是真的呢?其實是真的 辣椒素呢有非常多的研究都證明 它真的可以幫你降體脂 辣椒素可以減肥的原理呢 就是說你吃了辣椒素之後 你的食慾會降低 所以它比較接近於說 你每天吃一些辣椒素 你就不會吃那麼多 如果你今天已經吃了非常多了 再吃辣椒素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麼因為人本身呢 實在是不太可能一天吃這麼多的辣椒素 來達到減肥的效果 所以現在有非常多廠商販賣這種已經提煉好的辣椒素 那麼實際上到底能不能減肥? 我是沒有試過啦,但的確有蠻多研究顯示 理論上是可以幫助你降低食慾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詳試一下 好那我們回到食物本身的風味上面 辣椒素這個東西呢 就是辣椒為什麼具有刺激性 也就是說呢你吃起來為什麼會辣? 就是因為有辣椒素 而辣呢坦白說是一個痛覺 它其實並不是味覺 它跟你皮膚紅腫發痛 其實是類似的概念 那為什麼還有人喜歡吃辣呢? 據說是因為吃辣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會分泌腦內飛而讓我們感受到快樂 所以簡單說呢 你吃辣身體很痛苦 大腦就忍不住分泌一些東西 讓你覺得沒有那麼痛苦 你就因此覺得快樂起來了 所以其實很多人喜愛吃辣 是為了讓大腦可以分泌更多的腦內飛 也就是說腦中的毒品啦 如果我們把辣椒剖開來看 通常它中間會有一個綠色或白色的心 就是我圖片中這個綠色的地方 那這個心呢就是它的種子附著的地方 但種子的周遭通常還會有一些黏液 這邊也一樣用綠色來表示 那這些綠色的部位呢 其實就是辣椒素最豐富的地方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買一個很新鮮的辣椒回來 把裡面的種子跟黏液都挖掉 沖洗一下 理論上這個辣椒果肉的部分是不辣的喔 好 那麼回歸到我們的實驗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把辣椒素去掉 讓辣椒變得不辣呢 這邊呢我們來看一個美國的專利 這個專利裡面有總結辣椒素的溶解度 簡而言之呢 辣椒素是不溶於水的 它可以溶於油跟酒精 油的溶解度呢 是水中的大概3000倍 而酒精中的溶解度呢 又會是油的5到10倍 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辣椒拿去泡酒 理論上它就可以變成不辣的辣椒了 所以這裡可以解釋一個常見的誤會 很多人都會以為呢 辣到了喝水就可以解辣 實際上水是沒有用的 你應該要做的是喝酒精濃度越高越好的酒 或者是吃一些富含油脂的東西 比方說鮮奶油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我到底怎麼把辣椒變得不辣 然後到底實際上吃起來是不是辣的呢 其實我也是蠻期待的 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首先呢你必須要有辣椒 我在美國只有買到這個綠色的 不過原來上呢 它跟台灣常見的紅辣椒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還沒有變紅而已 為了讓它可以被酒均勻的泡到 我把頭切掉之後呢 對半剖開 然後接著倒入酒精濃度40%的萊姆酒 然後我們蓋上蓋子 放在冰箱中過隔夜 隔天拿出來呢 可以看到這個容易已經變得有點淡綠色了 我們把它過濾一遍 再用酒稍微清洗一下 再過濾一次 接著呢我們把酒稍微炒乾 其中一半呢可以拿出來 等一下直接吃 剩下的另外一半把它切碎 倒入一點松子、蒜粉、洋蔥粉、鹽、糖、麻油 拌一拌 可以作為一個不辣的辣醬 好 那麼這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泡過酒的辣椒 那我稍微炒了一下 把辣椒裡面的酒揮發掉 那現在我們整個房子裡面 就充滿了那個揮發的辣椒素酒 所以其實坦白說味道蠻強的 光用聞的就已經有點在流汗了 究竟吃起來會不會很辣 我其實很擔心 畢竟現在空氣裡面 就是一個超級無敵辣的味道 那這邊這個呢 是把它剁碎之後做成了一個辣醬 但米頓上應該會是一個不辣的辣醬 這個是原本的辣椒 以及泡過辣椒的萊姆酒 這個萊姆酒 味道真的蠻辣的 不是酒的那種辣 是真的有一個辣椒辣油的那個辣嗆 我也光用聞的 我真的就開始有點流汗 其實我真的蠻怕辣的 那麼做實驗呢 我們一定要注意安全 所以我這邊準備了 一杯全脂牛奶 跟一杯鮮奶油 避免我真的辣到一個不行 好 我們先從這個酒泡辣椒開始 究竟它到底是不是辣的 明酒還是很辣 塞太辣了 我覺得它會辣成這樣 應該是因為還有一些辣椒醬沒有被泡出來 所以我決定 再倒一點酒進去泡一下 等一下再試試看 好媽 塞太辣了 好 這個我剛把微波加熱過了 我決定再萃取個第二次 畢竟剛剛實在太辣了 我受不了 微波的感覺效果是還不錯的 整個辣椒都變軟了 好 我剛用再萃取了一次 這一次微波過後呢 液體的顏色明顯比較澄清了 相較於這邊這個 還是有點濁濁的有沒有 所以我是希望呢 這一次真的把辣椒素都萃取出來了 剛剛真的是太辣了 好 我們把它拿起來 好 因為剛剛實在是太辣了 所以我決定先用廚房紙巾 把所有的萊姆酒都給吸掉 讓我們來試試看 喔 真的不辣了 真的 其實嚼到最後還是有那麼 一點點 一點點淡淡的辣味 對 但真的不辣了 可雖然我小時候看那個電視節目是說 就是這種去掉辣味的辣椒 非常的好吃 有很特殊的味道 坦白說我覺得還好 有點介於青椒跟辣椒之間的味道吧 就真的是有一點那麼青椒的味道 的確是一個我沒有吃過的味道 但是我也不會說它真的非常的好吃 但是理論上呢 這個辣醬裡面 因為我拌了蠻多麻油的 油可以遮蔽我們的黏膜 直接接觸到辣椒素 所以理論上沾了油的辣椒 應該就不會那麼辣了 所以讓我們再試試看這個 這個其實蠻好吃的 真的嗎 我不會說它完全不辣喔 但是這是可以直接吃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拿來放在飯上 一定會非常好吃 真的是一個可以直接吃的辣醬 你要試試看這個嗎 要 不錯啊 還蠻香的 會希望有點就是 蛋白質之類的 就感覺上可以直接拿來拌飯 或拌肉 其實應該會蠻好吃的 就是 求行用了吧 讓我先做一點心理準備 不適食物 喔 真的好辣這個味道 欸 其實出乎意料的蠻可以接受的 萃取很多多嗎 沒有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是你喝下去 還是會有那個辣椒辣味跟嗅味 可是因為它是溶解在這個東西裡面的 所以它會吞下去 它不會留在你的嘴巴裡面 留下一個不可抹滅的辣味 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拿來做Cocktail 我應該會蠻受歡迎的耶 來 你要試試看嗎 騙人 來給你牛奶 什麼鬼東西 我覺得還勉強可以啊 好 就到了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以結論而言呢 我覺得我小時候看的那個電視節目騙人 就是的確呢 你可以用高濃度的酒精 把辣椒辣味都泡出來 但是實際上泡出來的辣椒 並沒有真的非常的好吃啊 我覺得就跟青椒差不多 真的就是個辣青椒的味道 然後呢 這個辣的萊姆酒 坦白說我個人覺得是不錯啦 我覺得是可以加一點別的東西 變成好喝的調酒 或者是拿來炒雞肉真的是蠻好吃的 那麼這個加了麻油的辣椒醬呢 的確是一個還不錯的配酒小菜 但是要說它完全不辣 可能也不是很至於啦 好 那麼我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喜歡的話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